中文字幕——YK 而关系疏远,反而是美国近段时间,急于向印度推销武器,因此,对印度又非常亲切,导致印巴两国发生冲突后,美国一时难以确定,到底要偏向传统盟友,还是新近大客户。 而这段时间里,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趁机对阿富汗境内的美军基地发起了袭击,重新占领了阿富汗的不少领土,还将大量美军装备交货。 目前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,已经控制了超过一半的阿富汗领土,这意味着美国十多年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彻底失败。 尽管美国宣布要从阿富汗撤军,但是最近阿富汗塔利班组织的多次袭击,最终让美国决定对塔利班展开报复。 报道称,北约组织正是美国为首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,在阿富汗政府安全部队的配合下,对塔利班展开了很有针对性的特别打击行动。 美军多盘踞在阿富汗的塔利班部队,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击。 这次行动同时在阿富汗多个省开展,大量塔利班贩子被击毙,多个塔利班的据点被摧毁。 美军表示此次的行动,还击低了多名塔利班高级指挥官。 这是美军从阿富汗撤出七千名士兵后,受此开展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。 此前有消息称,美军宣布从许利亚和阿富汗撤军让塔利班组织重新活跃。 尤其是在美军宣布退出阿富汗后一段时间,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组织活动非常活跃,甚至对美军驻阿富汗最个司令官的安全,造成了威胁。 而这也是美军对阿富汗塔利班进行新一轮打击行动的原因。 不过,塔利班目前在阿富汗已经军土重来,不但占据了阿富汗大量的领土,而且由于美军在阿富汗驻军已久,也发当地人的反感。 当地人对塔利班颇有好感,因此希望美军撤出阿富汗,这也让美军在阿富汗针对塔利班的行动非常难以执行。 军事专家表示,塔利班虽然已经在阿富汗倒台十多年,但是塔利班倒台后阿富汗并没有像美国承诺的一样恢复和平,反而是更多的战争和更多的伤亡。 这让阿富汗政府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统治,反而塔利班卷土重来后,不但有千名的优势,还有此前宗教上的优势,就让塔利班很快可以重新席取阿富汗,并迅速占据了阿富汗的大部分的领土。 而美国在阿富汗这么多年,阵亡超过两千五百名士兵,而且超过两万人受伤,但仍然没能阻止塔利班重新统治阿富汗。 阿富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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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